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 我是李慧儀 和大家看看內地和香港股市中午的收市情況 見到內地股市是個別發展的 上證綜合指數是中午收報3108點升23點 申請成分指數中午收報11134點跌1點 護身300指數是中午收報3798點升29點 創業版指數是中午收報2379點跌7點 看看廣告這邊 見到恒指今早做表現比較繁複一點 半日是收報17587點跌68點 國企指數是中午收報5973點跌28點 科技指數中午收報3592點跌39點 大市成交半有618億 和大家跟進一下焦點辦法和股份 首先見到電動車股今天都要捱估 見到Tesla在美國需要召回超過32萬輛車 而修理車尾燈可能失效的潛在危險 拖累股價隔晚一度跌至167.54美元跌了7% 創了2020年11月23日後的最低位 收報167.87美元跌了7% 連帶本港上市的電動車股都捱估 見到小鵬半日要跌4.5% 理想汽車半日要跌3.6% 未來也要跌3.6% 而敏實就要跌0.2% 現在這個時間看看內房股 見到今天的內房股普遍得升 見到事源內地有報導稱 人民銀行考慮向商業銀行提供 2000億元人民幣免息再貸款 支持補交樓 中國監政會主席亦會滿表示 會密切關注房地產行業的困難 支持優質房企 而內媒另外也報導 今年以來至少已經有115個城市 將會公積金或商業性的個人住房貸款首付 比例降到2成 另外見到萬科自己的消息 計劃向股東大會尋求新增 不超過500億元人民幣的發債授權 見到萬科半日升到1%左右 中海外見到升到2% 但比桂園就要微跌0.4% 看看今日的移動版塊 還有中資電訊股 都比較興奮一點 見到事源三隻都出了一些數據 見到首先有中國電訊 10月移動用戶數有3.9億戶 當中正增了59萬戶 今年累計增了1,805萬戶 當中5G套餐用戶數是2.57億戶 當月的正增是588萬戶 今年累計已經是正增了6912萬戶 見到728半日升到4.5% 半日收報是302 至於中移動 今天都做好 見到它的移動業務 客戶總數約9.73億戶 按年是正增了數戶 是78.6萬戶 累計正增客戶 就有1,636.2萬戶 而5G套餐客戶數是5.72億戶 按年都正增到1,472.3萬戶 中移動半日升到2.4% 半日收報是51.2萬戶 上回50元以上 至於見到7.62 5G套餐用戶累計達到2.05億戶 較9月正增是416.9萬戶 見到物聯網中端連接 累計達到3.73億戶 這隻表現最好在三隻當中 見到半日升到1成 半日收報是4.18破一年高位 見到三隻都在逆市上升 另外見到業績股 首先有一隻京東健康 見到京東健康 職後反反覆覆最終 半日都升到0.3% 見到上季非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經營盈利按年升到8.7% 去到6.55億元人民幣 而收入升多了4.2% 去到105億元人民幣 經營盈利規轉型 賺到7,722萬億元左右 另外看萬國數據9698 截到9月底 第三季業績 股東應佔正規算是3.4億元人民幣 每股虧算是2.4元 去年同期正規算是2.98億元 期內總收入是23.68億元 按年增加到1.5元左右 萬國數據見到上季的正規算擴大 拖累的股價曾經插5.7% 低見過是12.94元 但半日倒升到3.2% 走勢比較反覆一點 暫時半日是14.16元 今日高見過是14.22元 最後看看2057中通快遞 看到中通快遞 季度正利潤有大概19億元人民幣 按年增長6.5元左右 經調整後 正利潤升到6.3元 經調整每股收益是2.36元人民幣 毛利增長到5.6元左右 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21.2% 改善到27.3% 期內收入按年增長到2.1元 包裹量增長到1.2元左右 而市場份額擴大到1.3元 到22.1% 公司指出第四季度 前半程電商促銷期間 行業交易量平穩 隨後出現了波動 儘管短期內 仍然存在不確定性 但有信心形勢會向好 並且對長期前景明朗充滿信心 見到2057出業職後 半日升到2% 半日收補168.6元 這環節相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